好 我們要持續鎖定巴黎奧運囉 有陸陸續續傳回來一些好消息 我們先看到的是吳施怡 他出戰的是女子拳擊60公斤及8強賽 面對到了厄瓜多的好手帕拉修斯 以4比1獲勝 而且由於拳擊項目是沒有同牌戰的 所以等於我們中華對本屆奧運的首面獎牌 是確定入代了 好 著球的方面來看到正義盡 他昨天在巴黎奧運著球女單16強賽 交手的是波蘭好手納塔利亞 以11比2 11比8 11比8 11比9 直落四也順利挺進了女單8強 好 另外就是林芸如 他也是在本屆的桌球男單比賽當中 展現出色的抗壓性 他在昨天是以11比9 12比10 11比7和11比7 直落四擊敗了斯洛維尼亞的選手約基奇 成功的晉級8強 好 另外我們來看到 昨天桌球的男子單打16強賽結束了 好 我們還有另外一位就是高成瑞 好 不過最後他很可惜啊 以局數呢 1比4是不敵瑞典的選手 無緣晉級 那這是兩人首次的交手 瑞典的選手他在前一輪是爆冷擊敗的世界球王王楚清之後 再次展現強勁的實力 好 另外在羽球方面來看到我們的羽球一哥周天成 他在巴黎奧運的羽球小組賽 首戰是以直落二擊敗了墨西哥選手之後 31號迎戰的是世界排名第17的香港好手李卓耀 再次以21比18 21比13連拿兩局取勝成功晉級了男單16強 那麼周天成賽後他是正必怒吼 也展現出無比的興奮與自信 好 另外大家很關注的當然就是林陽佩了 他們昨天晚間大戰的是中國大陸爭奪以小組第一名之姿 要晉級8強 那比分是持續的緊咬不分上下 激戰到第三局以2分領先戰勝了中國隊成功的晉級 那昨晚奧運最重要的賽事之一當然就是林陽佩嘛 那他們大戰的是中國大陸的組合好 劉宇辰還有歐旋起 那第一局呢他們是林陽佩以17比21 他們是讓出了首局 第二局林陽找回了節奏成功搶下了比分 關鍵的第三局雙方是互相的緊咬比分不相上下 那最後呢是以24比22成功關門 也搶下了分組龍頭晉級到了8強賽 好 至於我們的羽球傳奇 好 戴茲穎他在單打小組賽 對上的就是泰國勁敵剛好 也是他的好朋友伊森農 堪比是神仙的對決 秉分緊咬 不過伊森農他率先搶下了第一局之後 大幅度的領先 最後直落二淘汰了戴茲穎 所以戴茲穎是無緣晉級 好 戴茲穎他的奧運第二戰 就是迎來了泰國好友伊森農的宿命對決 兩個人連續兩屆奧運都在攸關晉級的 關鍵戰役交手也是生涯的第36度對決 那第一局小戴他屠於亂流連丟了4分 後來慢慢找回狀態進攻 以1分之差丟掉了第一局 但是第二局再次大比分的落後 最後遭到伊森農直落二淘汰 生涯也正式劃下了句點 不過對戴茲穎來說真的很可惜啊 因為他是受到了傷勢的影響 所以最後是以19比21 15比21吞敗 本屆奧運是無緣八強 那賽後戴茲穎他也忍不住落淚表示 他說了這一場比賽呢 已經是他近期最佳狀態了 關鍵戰役 準備了好事 關鍵戰役